那时候的上海商人通常是这样处理事情的 第一个先把七小送到台湾 然后呢再开始把一些可以变卖的财产一样一样的变卖 等到把生意各方面都处理好了 男人们搭上了船然后到了台湾 甚至有人把他的车子 把他所想珍藏一些重要的古董 包括钢琴等等 一些人挤不上的却挤上了一些负伤 难以想象的像车子像钢琴等等 但是1949年1月27号这一天 每一个人都沉到了船底下 不论你的命运 之前你是一个最了不起的负伤 还你只是一个变卖一切家产就换的一个船票的一个个人 更可悲的是1月27号 正是接近中国人最相信的农历春节的时刻 大家搭上这艘船就是希望赶上在农历除夕的时候 可以和已经在台湾的七小相聚家人相聚 于是当自造船出发的时刻 他们带的渴望不只是平安 还包括了团圆 可是当然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勇望了 他的家人本来以为1月30号会到 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电报 他们只是在1月30号欢欣鼓舞的 在基隆的码头旁边等待 等待再等待 等到1月30号 船没有来 慢慢慢慢的 码头上的人才知道了太平轮沉船的故事 1949年1月30号 当天基隆港边挤满了旅客家属 他们满心期待迎接上海回来的亲人一起过年 直到太平轮迟迟未出现在码头 各种传难的小道消息在码头边传开 上那天我们一清早到基隆 好像是预计的时间是十点多钟 就是船应该回到的 可是一直等等不到 一直等等不到 后来就慢慢就有一些话传出来了 说船中间出了一点事情 大道成富商张生的家 最小的儿子张昭雄 穿着新衣在巷口 痴痴地等待着父亲那熟悉的身影 今天晚上五六点钟会到 那我跟姐弟们我就到那个我们巷口 我是太平 太平路156巷 4号我现在还记得还不错 这个就跑到巷口去等爸爸 一会儿说有通知来了 说船不见了 年仅四岁 和小阿姨先到台湾安顿的黄思兰 正等着和母亲从上海回来吃年夜饭 当时她被蒙在府里 我一仅仅地就到基隆去接她 那等了好久 后来我一仅回来了 但是发现后面没有人跟的 那我阿姨就说人呢 她说 哦 呃 刮大风啊 船没接到 听说船吹到菲律宾去了 直到第二天 太平伦传难消息才见报 黄思兰的家 接到从上海发出的信 到了年初二呢 那我阿姨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快信 看完信了 她就坐在床边哭 我就问她 我说阿姨你哭什么 她说 她说你妈妈没有了 现在的黄思兰 仍然无法释怀当时的失事之痛 尽管家属知道 太平伦的旅客凶多吉少 但有个传言 仍让家属们对生还露出一道曙光 据报道 200名的旅客 在舟山群岛各小岛间等待救援 李昌玉的家人 还亲自展开海上搜寻行动 我记得他们租了个飞机 我哥哥 我一个二哥陪他去找 因为我大哥还在上海 大哥跟二姐 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因为生意还没有 还有很多 生意他们留在那边 我爸爸一个人来看我们 还准备再回去的 所以他们到 舟山群岛那边去找 在上海这一头 家属也商请招商局派出海川伦前往营救 但终究让家属的期待落了空 这是海川伦所做的海难调查手绘图 当时正逢退潮时刻 被澳洲军舰救起的生还者 从沉没地点顺着海流往东南方向飘去 另外还有一些人被往南方退去的海潮 带到舟山群岛的南方 不少渔民向江思章的父亲 默默地参与了太平伦的救援工作 我父亲他们都是有个习惯 过年前渔船一定回来 就那一年没有准时过年前到 后来我父亲过年那一天到了 为什么海上看到碰到很多漂流屋 也有碰到有人在那里 即即是快冻死了 他说因为小年夜天气很冷 救起来的人都是已经冻僵了 船上也没有冻雨的衣服 也没有漆活也没有 那没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衣服脱光 钻到棉被里边 船员用的棉被里边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海上有漂湿的话 我们就成为宝贝 宝贝一定要捡上来 一定要把它处理好 安葬好 2010年5月下旬 我们来到浙江省外海 舟山群岛南方的长途岛 寻找一名太平伦 短暂的生还者张桂英 码头上迎接我们的是 岛名陈远宽 他的父亲是当年 救起张桂英的渔民 岛名陈远宽 又上了没有漂亮 岛名陈远宽 你记得三十多 三十多 干嘛 四口 四口 强着这样 安安 一米两块 那个东西 这个里头吃出来 红毛色 龙毛色的东西 陈远宽和岛上的居民 带着我们去到张贵英的埋葬地点 大长途码头的上方 我们从小长途岛渡江到大长途岛 接着搭车 再沿着海岸线行走了一段只有洋走的路 然后爬上峭壁 终于抵达当初埋葬张贵英的地点 2009年陈远宽的父亲 在临终之前一再嘱咐儿子 一定要帮张贵英找到回家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